南韩将于四月进行总选 由成国民众选出下一届国会议员 然而随着朝野两党越加对立 没想到却接连发生政治恐攻的暴力问题 即一月初共同民主党党主席李在明 访问福山时遭男子割警 相隔三周后 又有国民力量女国会议员裴贤正 遭国中生拿石头重击头部 政治恐攻事件频传 民众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民众的担忧不是没理由 南韩自1948年建国以来 曾发生多起政治暴力事件 路透社找政治学专家分析原因 有专家认为现在南韩社会最大的担忧 是类似的恐怖行动 是否会变成惩罚和暴富的竞争